这个就是被菜篮誉为死前必知的炭烤响螺 正好楼下菜场有卖 今天我们就来浅作一下吧 我们要选的是母螺 可薄 适合炭烤 加两个钢签可以把它固定住 首先我们要用高度熟的二锅头烫洗一下 这个酒瓶真的是老演员了 然后淋上一把火 除了为了节目效果还能让它快速的煮费 按餐厅里面这么做价格就翻倍了 这一步的作用是为了去掉它的脏物以及腥味 接下去我们要搭配火腿切末 煸炒一下以后炒出香味 然后我们要搭配葱段黄酒以及酱油 用这个烧汁来通体灌满这个螺 在炭烤的过程中呢 这个螺的内部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境 期间呢每隔一段时间要前后移动 不断的补充这个烧汁 烧汁一定要没过这个螺肉 然后充分烤制一个小时 它就可以摇着摇着就摇出来了 这时候烧汁以及螺本身的氛围全部被肉吸收 而且被焖得非常的嫩滑Q弹 然后把刚刚那汁过滤散淋在上面 原汤化原始每一口都香糯美味 人生必吃清单又多了一道